阿玉尼后港绑俄东市政会发表文告 反驳副总理尚达曼并指出 只要国家发展部能够发放这个财政年的津贴 市政会将能够完成累积基金的要求 阿玉尼后港绑俄东市政会表示 尽管国家发展部自去年4月暂停发放津贴 但市政会至今已经在这个财政年 每季度从营运基金一共三次转账进入累积基金 文告也指出市政会必须转入的累积基金款项 总数是2005万元 而至今已经转入了超过1300万元 剩余的数额是681万元 市政会表示根据国家发展部向法庭成交的文件 当局未发放的营运津贴款项有720万元 所以只要国家发展部同意市政会的要求 把720万元的津贴都转入市政会的累积基金 市政会就能达到这个财政年转账款项的要求 市政会也表示 已经完成了2011财政年到2013财政年的 所有累积基金转账 中年转之数 plum